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段感情明知再走下去是泥潭 不会有结果 却依旧反复纠缠 不肯脱身 生活中许多时候会遭遇烂人烂事的刁难与伤害 你越在意 越纠缠不休 就越发痛苦 直到最后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把自己弄得负能量缠身 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生命的意义是对美好事物一场又一场的追逐 而不是在和师妹忙了的缠斗中耗尽心力 遇到烂人烂事 不纠缠 即使洒脱抽身 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拥抱美好的生活 活成更好的自己 才是最好的回击 遇到烂人 不争斗 曾国藩说 事有三不斗 物与君子斗鸣 物与小人斗力 物与天地斗巧 生活中总有些走不通的死路 不讲理的烂人 转个弯 绕开便是 若为了诚意时之快 与烂人理论 计较 不仅浪费了生命 让自己劳心伤神 还会惹得一声晦气 人生要有不较劲的智慧 就不会被负面情绪左右 不会树立过多的敌人 也不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电影《荒蛮故事》里 一个男人在开车途中 因为前面一个壮汉 故意不断地变道 惹怒他 他立即开车上前 开窗辱骂 本打算就此扬长而去 却没想到被壮汉追上了 还被砸碎了玻璃 男车主一怒之下 将壮汉的车顶进了湖里 男车主离开后 越想越气 车头一转 又回去 跟该壮汉继续纠缠 两人在激烈的打斗中 引发了油箱爆炸 等警方到达的时候 两人都已不在人世 男车主为了争一口气 付出了无法承受的代价 可谓是 宁与高人争高下 物与烂人论短长 朦胧不予恶舌缠斗 雄狮不予疯狗争食 有层次的人 从不跟烂人纠缠 对抗 那样不仅影响了心情 浪费了时间 还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若不幸遇到烂人 大可默视他 远离他 不要被其影响自己的情绪 及时脱身 去遇见属于自己的美好 他强由他强 清风拂山岗 他横任他横 明月照大江 碰到烂事不纠缠 面对繁杂世事的纷纷扰扰 不妨学会释怀 放下 不与所事烂事 不如意识纠缠不休 及时止损 抽身而退 是一种智慧 痛苦的情绪 勿于快的记忆 若任由他们 充斥在心里 会令人一蹶不振 郁郁寡欢 就如脏乱不堪的房间 定期的扫地除尘 能让爱然的心变得亮堂 给阳光快乐 腾出更大的空间 张爱玲与胡兰城 一个是当时上海 最富盛名的女作家 一个是汪伟政府的要员 爱得浓烈的两人 于1944年8月完婚 胡兰城与张爱玲签订终身 皆为夫妇 愿使岁月静好 现实安稳 只是好景不长 结婚没过多久 花心的胡兰城 便与一名17岁的 护士周迅德 如交似妻 胡兰城随后 又与其进行了一次婚礼 似乎忘了张爱玲的存在 1945年3月 胡兰城才将 小周的事情告诉张爱玲 张爱玲的心 被狠狠刺伤了 但她仍爱着她 于是她选择默默承受 殊不知没过多久 烂情的胡兰城 又勾引上了 范秀美 不多时 两人便已做成夫妻 对范家人 以及邻居 也以夫妻相承 当年为了爱情 滴到尘埃里的张爱玲 也不得不承认 这段最美的爱情 已然走到了 心酸的尽头 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1947年6月 胡兰城收到 张爱玲的诀别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经 不喜欢我的了 这次的决心 是我经过一年半 长时间考虑的 就如一句名言说的那样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 重新开始 但每个人 都可以从现在开始 创造全新的未来 尽管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但也不必为了 不值得的人 遭新的事 让自己陷入痛苦 纠结 不开心 很多时候 放弃是另一种坚持 无论是多坏的境遇 及时放手 及时止损 及时翻篇 才能遇见 下一段 美好的旅程 一如既往地 善待自己 爱自己 哪怕错失 下花绚烂 必将会走进 秋叶静美 主动调整好自己 重新出发 做自己喜欢的事 才能活得越来越通透 快乐 美好 不纠缠的人 最好命 在古老的西藏 有一个人叫做胡巴 以种地为生 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 每当与别人发生冲突 他都会快速跑回家中 绕着自己家的房子 和土地跑圈 跑完之后 他就和没事人一样 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 越干越起劲 几年后 他竟然成为了 他们镇上 土地最多的人 大家都很好奇 胡巴的智福秘诀 终于从他和儿子的 对话中找到了 有一次 他的儿子在外面 与人争吵 回到家中 满脸委屈 让父亲帮他出气 胡巴教导儿子 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经常和别人争吵 但是吵闹之后 我不是去报仇 而是去跑步 绕着自己的房子 和土地跑 跑步的时候 我就想 我的房子这么小 土地这么少 哪有时间 去和他们生气呢 一想到这里 我的气就全消了 马上去工作 所以 现在 之所以会有 那么多土地 都是因为 不和这些事纠缠 专心做好自己的事 因意识意气 而甘愿将自己 陷入纠缠和扯皮之中 终日 爱跟鸡灵狗碎的 小事纠缠 生活品质 一定不高 格局 也一定不大 人最大的荒唐 是与烂人 烂事纠缠 格局越小 事业越窄 越会把生活 拖进污浊的泥沼 余生不长 不要荒废在 烂泥坑里 要把握住 每一寸好时光 挥洒在一切 美好的事情上 把生命中 有限的时间 花在自我提升上 活出自己的精彩 与价值 终会强大的 无坚不摧 无惧世间风雨 愿我们放下往事 放过自己 不与恶人缠斗 不与小人职仇 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 活得美好而幸福 毕竟过好自己的人生 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